產業焦點內行人看門道 我們定員來看AI長完之後 現在非常夯的是 我們的光通訊的細光子 還有共同的封裝原件概念股 這股價也滿火紅的 它們也是有一些投資邏輯 是AI相關的概念的延伸 我們請莊貢欣跟大家分析 到底現在光通訊裡面很紅的 這個細光子它是做什麼的呢 它的亮點是什麼 那什麼是細光子 事實上就是台積電 在今年的2023 台灣的Semi-Con Show 去引出來的一個技術 事實上它也講到 未來整個半導體產業的 關鍵的技術 就是細光子這個技術 那為什麼它可以成為一個關鍵呢 如果你要把運算能力再提升 甚至能耗再降低的話 我也有靠細光子 那也因此造就了 整個細光子火紅起來 事實上細光子就是光通訊裡面 那這個已經發展了20幾年了 像以前鴻海也發展過這個鳳凰計畫 那後來就那個蔡野而歸嘛 所以這個已經有一段歷史了 那整個細光子其實它就是一個機體光路 那IC就是一個機體電路 那細光子就是電子與光子結合的技術 那把這個光路有沒有 微縮成一個小晶片 就是這個小晶片 那晶片內的線路 它都使用可導光的材質 那這些線路就稱為光波導 而光就可以在這個 這個橘色這個有沒有 各位這個橘色這個就是光波導 那光就可以在這個裡面進行傳輸 事實上它就可以就是信號 也就是資料 從而可以實現高速率 低功率的數據傳輸 那細光子的技術最終是要全面 以光訊號來代替電訊號 那共同封裝光學元件 CPU這個技術就開始興起了 除了帶動細光子 又把CPU帶動起來 就是前陣子大家一直在談的這個COVAS 所以這個技術開始興起之後 將傳統光收化的模組 它把它整合在一個 跟這個通訊元件 跟交換器晶片整合 整合在一個Sage裡面 減少資料傳輸的路徑 整個就叫細光子 OK 所以是用光來取代電訊號的技術 是 沒錯 那細光子優點很多 最大亮點就是摩爾定律到極限 未來有辦法用它來突破摩爾定律嗎 是 那我們首先就來談到 整個細光子的優點 細光子的優點 我剛剛有提到 細光子就是跟IC 就是機體電路是一樣的 那它就可以怎樣 大量的去被製造 用相對比較低的成本 就可以製作大量的晶片 否則傳統的光學系統 光纖系統是很複雜的 你有emitter 有receiver 有transceiver 有majulator 有交換器 太多太多了 那晶片製造它可以大量的話 那它成本就可以降低 那這個首先就是它的優點 那第二個 它可以執行更複雜的功能 因為它可以大量的 所以它原本串接的這些光學系統 很複雜的 藉由這個細光子的這個技術 就可以把它串成這個很複雜的光路 而且用很低的成本來進行它的功能 那第三個 它可以降低能耗 它是怎樣呢 就利用CPU的技術 那我們前陣子不是在談這個GPU嗎 這個NVIDIA 那這個細光子它就利用這個CPU的技術 把這個元件靠近這個CPU跟GPU 所以你就可以降低什麼 電路傳輸的這個損耗 然後讓它信號傳輸更快 進而提升它的運算率 那據工業研究報導出來 就是說 因為加入細光子技術之後 整個光的資料傳輸的速度 這個容量可以提升8倍 這很可怕 那那個功耗可以降低 百分之五十 它可以降低百分之五十 尤其是這個運算率 我們現在不是要談AIAI嗎 它可以提升三十倍的運算率 那這是非常嚇人的 那第四個 就是它傳輸速度可以很快 而且距離很遠 我們現在在傳輸電的訊號 都是靠什麼 靠銅線 家裡的銅線 未來透過這個細光子技術的話 傳輸的話就是由光 就是光線的系統來傳輸 那它因為減少這個損耗了 所以它的速度可以更快 而且怎樣 更遠 那這個就是它的優點 那為什麼細光子可以 突破摩爾定律 所謂摩爾定律就是 每隔18到24個月 這個電晶體的數量 可以怎樣 提升一倍 所以現在都已經來到什麼 上一顆了 有限了 所以這陣子不是在iPhone的手機過熱嗎 那所以已經到了3奈米 這接下來是2奈米的時候 已經到達一個極限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台積電它就利用什麼 小晶片 那個講爸 講商業 他們在推 以前在推的小晶片封裝 那這個細光子 就可以用光的信號 來代替電的信號 實現更高的頻寬 還有更高效能的資料傳輸 使晶片不需要再堆疊更多的電晶體 尤其是這樣 現在不是追求更多奈米嗎 現在不是到3奈米 2奈米 接下來在1奈米的時候 它整個的節點已經受到限制了 但是透過細光子的技術 它就可以提高 它可以突破摩爾定律 就是你小晶片 去堆疊COVAS的封裝 CPU封裝 那整個 就可以突破 所以未來 推成本又低耗能 又低耗能 所以未來這個是極具發展的潛力 聽起來覺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短期內好像沒有實質運用的效益 為什麼 其實應該這樣講 因為現在的細光子 就是CPU的話 就是跟傳輸速率有關係 目前都大概了不起100G 可能市場現在主流是多少 400G 連800G都還不是很成熟 那怎麼辦 未來CPU會應用在所謂的1.6T跟3.2T 那個所謂這個T的話 就是每秒你傳輸的速度 所以目前2022年 整個產值出來大概13億Billion 1.3Billion 就是大概13億美金 但是它的年復合成長率是28.5 那未來到2028年會成長到50億美金 那這個是不含什麼 我們以前它是以光通訊的領域在看的 現在加入了什麼 AI 運算 還有什麼所謂的資料中心 還有什麼 LIDAR 還有所謂的醫學的檢測 所以這個市場是很大的 只是現在才剛開始 也就是它未來就是一個產業 我覺得它就是它一個亮點 OK 我們把CPU跟大家解釋一下好不好 這個共同封裝光學元件 CPU就是所謂的 共同封裝的光學元件 就是在利用矽光子的技術 將光通訊的元件 與交換器的晶片去整合 共同封裝在什麼 光引擎模組上 並安裝在一個插槽上 一個Socket 又來了 你看 為什麼之前我會講窄板 這個有很大的市場 未來又是窄板 又是窄板 IC窄板 PCB電路板 所以這個投資是有賣入可行的 都要放窄板上 都要放窄板上 這個就是所謂的 電子通訊元件 你結合了PIC 所謂PIC就是光學元件 整個你把它靠近GPU跟CPU的時候 它的電路傳輸 它就不會有損耗 而且速度很快 這個就可以達到什麼樣 信號不會延遲 而且降低功耗的效果 所以在未來高速傳輸的情況之下 這是一個很值得發展的 這個整個CPU概念就在這裡 所以CPU在高速傳輸的上是一定會走的路 是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應用情況如何 這個就是整個交換器 應用在CPU應用與資料中心 我們可以發現 在2023年幾乎是這樣 一點點 大概是0.36億美金左右 未來的10年 它的複合成長率是高達19% 也就是每年都19%這樣在成長 所以未來會高達到30幾億美金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們CPU的應用它會聚焦在哪裡 資料中心 還有AI伺服器 那整個它的應用的話 它的需求一定是什麼 高速運算 還有快速傳輸的需求 那根據這個調研機構 這個light counting的數據 CPU的目前還很多挑戰 我們在講COVAS 為什麼台積電的瓶頸在COVAS 它已經很難封裝了 你又把光學元件 又把它應用在上面 而且封裝在一起 那又更難了 所以未來 目前的市場主流 400G 800G 大概還不會用 進入到1.6T 3.2T的時候 甚至以上的時候 CPU的技術才會開始普及 甚至走完這個到2030年以後 未來就所謂的 全部的通訊技術叫WSS OK 好 現在來看 我們投資當然都是看夢想 到底這麼多的網通公司裡頭 哪些是最有做夢的行情 各位觀眾 那我開始要來講故事了 這個大家也都很喜歡聽的 這個首先 整個細光子跟CPU的產業鏈 事實上它是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首先 全新 聯亞 這個只要 這個什麼 那個 手機市場起來 它又起來 加上現在又有什麼 AI的體產 又有細光子的體產 很不得了的 那這次很紅的是誰 類似波羅威 上泉 華星光 這黃星光 漲很多了 還有訊息 那上泉是因為它有做到什麼 光波島 這是台灣一個很大激素突破 所以上泉 這也是一個在光收彎模組 那在交換器 老大哥就是智邦 他是大小通吃 5G也吃 低軌衛星也吃 現在細光子 CPU他也吃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那明太是因為 加斯達集團入主之後 那老大哥在跑 那當然明太也要跟著去跑 所以未來也可以去關注這個明太 那整個測試介面的話 這個我就可以講一下 像這個旺系跟尹薇 將來就有比價系統 尹薇就是做什麼 測試介面的 小小一個ProB 但是他賺了非常多錢 旺系也賺了非常多錢 這兩家 各位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將來一定有比價效應 因為旺系上半年 已經賺了6塊多了 銀衛已經賺了8塊多了 這是很不得了的 那最後我講一下 這個聯軍這一家公司 這個豐色有很多 日月光聯軍訊息 台經科系格 那聯軍是最特殊的 為什麼 他是一群人 從光寶科技出來了 所以他們是整個是 封裝官僚 技術官僚 非常強一家公司 有沉寂一段時間 但最近聽說 為什麼 他已經兩班字改三班字了 這個就是一個 產業訊號 第二個 他的營收要回復到過去龍井 可能要往5億6億開始去跑了 據法人評估出來 雖然他上半年 可能賺不到1塊 但下半年他會集起直追 至少有3塊 明年至少有8塊 而且他最近 為什麼火速加班 是因為接到美系跟港系的大單 為什麼 因為CPU 為什麼 因為細光字 尤其是什麼 AI的運算 這個是值得各位觀眾來參考的 講得很清楚 我們的莊顧問 把各國也都給大家點到重點了 另外 玄果的策略 現在這邊跟大家分析 你覺得接下來有很多題材 三大題材要特別注意 電網商機 還有包括了 我們AI伺服器 折疊手機 對 我們現在的一個選股邏輯 最重要就是怎麼樣 我是比較偏重 就是說我們要實質看到獲利的 實質看到訂單的 實質看到利多的 這個叫做什麼 不見兔子不撒鷹 這個鷹現在不能到處亂跑 因為外面陷阱很多 第二個來講 找實質基材面的利多 第三個 這個利多越多越好 我們來看三檔 第一檔 AI的我們找銀邦 銀邦為什麼 獲利很好 大家都知道 上半年賺9.19 7月賺3.5 8月賺4.1 9月營收還要成長 今年賺23到26塊 明年賺到40塊以上 現在的股價 還在有550塊左右 像這樣的一個公司 你看看 光這個獲利 你講AI 哪有營收這麼好的 所以這個是值得大家 去做一個留意的 折疊手機 現在全世界最貴的手機是什麼 是華為的那一台折疊手機 那個折疊手機賣得很好 但是怎麼樣 高價 明年大家都預估 折疊手機一定 一定會是成為 重低價的一個主流 主流 你看它的成長 第一季賺0.0 第二季賺2.04 法人預估賺8塊錢 在新貴有一檔叫富士達 也是賺8塊錢 現在股價是300塊 照例來講 它130幾塊 所以這一個部分來講 就值得留意 重點是什麼 富士達現在沒有產能 照例在越南 在中國大陸 到大幅度的一個擴充產能 所以它明年的營收 甚至不排除 會比這個家事長 這個營收還大幅度的成長 像這一種 都讓你看到這個實質的 那麼來 這個選舉的一個政策 華電 160上什麼樣 9月份台電引用公告 招標200億的電線電燃 其中接對單最多的是誰 華電 其實這個東西 選股就很簡單 你要去找電線電 你說哪一家公司 接單接最多就好了 哪一家 1603 而且它接單 接最多的意義是什麼 它是股本最小的 你說華新科 這個你說華新 股本400億 接了29億 對不對 那你說這一個我們講的大牙 股本68億接了29億 它股本19億 接了31.12億 台電的訂單一般都是怎麼樣 一年你就要出貨了 去年的營收34億 來自台電的訂單是12億 今年如果說來自台電的訂單是30億 你看它的營收會大幅度成長 第二個股價定值比0.85 這個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日本這一次的股價是全世界最強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證交所就下令 這一些股價定值比不到1了 你如果不改善2025年 我全部讓你下市 所以這些公司大家就緊張了 大家就拼命去做 所以我剛剛有講說 我們政策要 讓我們的股市活力很簡單 把這個股價定值比全部不到1了 你就下令 因為這個代表它公司很好 像這一種股價定值比就0.85 如果這個政策目前來講 我們政策去找什麼外資給它優惠 這個政策下下去就好了 第三個來講什麼 三重都更案要開發了 這個獲利保守25億 蓋18棟商業大樓 最重要是什麼樣 它的這個禁止0.85 是這一些土地資產都還沒有重複 這一些土地資產包括它的新莊 包括它的這個我們講的三重 包括我們講的桃園 包括我們講的宜蘭 重複之後靜值可能超過150 如果說股價靜值比這個觀念來講 我覺得這個空間很大 最重要是什麼樣 現在來講是什麼樣 選舉行情要動了 所以台電的這個部分的訂單 我覺得來講 到明年選舉之前來講 是很有機會的 但是操作面上 這個都在比較高檔的股價 要怎麼做呢 高檔來講就是怎麼樣 股價不怕高 怕買的不會漲 股價只要繼續會漲 那你怎麼要高呢 像這個華電 這個股價都還沒有漲到 淨值現在是38.14 如果把資產重複算下去 是150 你看它的股價才多少 35還不到 而且今年法人保守預估賺2塊7 明年賺到4塊錢以上 像這一種來講 都是物超所值的 一個公司很值得投資 朋友在這邊來講 就是行情如果說 稍稍一有開始轉好 我覺得這一種 有實質題材的一個利多的 還是值得投資朋友 在這邊來講 優先做一個布局的一個方向 好 謝謝欣賺哥給大家做參考了 我們再來看9月股市 真的很難操作 但是有人做全證照樣賺很大 怎麼辦到的 馬上再回來